微软的XGP都有哪些独占作品 你可以先在网上看看它的视频是否是你喜欢的 首先是光环系列 这是第一人称的游戏 它有很多代 第二它还有一个战争机器系列 这也是设计游戏都很不错 都是那种硬汉壮汉兔兔兔的游戏 还有Foza Foza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地平线 还有一个是经典的跑圈的赛车游戏 也都不错 但是呢 这三大系列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我玩了 看了视频 看了特效 但是我没选择 所以我没选择这个阵营 这不代表我以后不买它 以后我可能还会买一个XSS 下面说一下第三方 这个第三方它属于跨平台游戏 两边都是可以玩的 你听一下啊 生化危机系列 街坝系列 怪物猎人系列 双人成型 几品飞车等等 EA的作品 还有COD使命召唤 战地系列 勇者斗龙DQ系列 预避的也有很多游戏 这都属于第三方 比如刺客信条系列 再比如格斗游戏 有龙珠 拳皇之类的 还有太古达人 如龙系列 狙击精英 杀手系列 我的世界 双点医院 Diablo 陈埃武 忍者生规 NBA系列 非法系列 和古墓丽影系列 等等 这些都是第三方跨平台 两边都可以玩 最后说一下 索尼这边都有什么 你们不要笑 也不要怼 战神 345 为什么没有E2 战神E2 是PS2游戏 在PS3 做了重制 但是在PS4 PS5上 是玩不到1和2的 我们只能玩到 三代的重制版 还有4 还有最近 还没出的5 神秘海域系列 123是一个合集 这个4还有一个DLC 我把它暂时称之为5 做了PS5版的重制 但是这两个 大部分都上了PC 上PC 不等于上Xbox Series X 那是PC 这里不谈PC 美国末日系列 就是最后的生欢者 一代 二代和一代的重制版 一代的重制版 今年秋天发布 这个一代肯定会上PC 二代目前还没有计划 蜘蛛侠系列 红蜘蛛 黑蜘蛛 都说上PC 但是你在这个上面 是玩不到的 对马岛之鬼 目前是独占 雪原 女神异文录 最近女神异文录 也登录了XTP 还有最终幻想7 重制版 这个也有PC版 这个地平线1和2 并不是Xbox那个赛车 还有麻布仔系列 乐客 月起雨叮当 还有QD的三部曲 暴雨 超分双声 和底特律变人 这个也都登录了PC 但是这些都是 以前原汁原味的PS游戏 恶魔之魂 目前是PS5独占 还有死亡灰归 目前是PS5独占 宇宙机器人 那个最好玩的游戏 也是PS5独占 我这个说的不全 算是抛砖引玉 你们看一下 这一对游戏 是不是你想玩的 如果不知道好不好玩 可以先到网上 搜一搜他的视频 看看是不是喜欢 还有这一类的 是不是喜欢 我选的是PS5 是因为这些游戏 我比较喜欢 另外这一对游戏 我也比较喜欢 所以我选择这个平台 如果你觉得 这几个系列 你特别喜欢 那你可以选这个平台 我们选游戏 是为了玩游戏 并不是因为便宜 并不是因为游戏多 我们才选它 PTP确实有很多便宜的游戏 比如说那个 微软的模拟飞行 那是100多级的游戏 但是你真的喜欢玩吗 这个要自己看一看 是否符合自己的胃口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